这个工作流是对我们上传的图像 对上传图像里面的元素进行一个提取 并且生成遮罩的一个工作流 它的具体实现方法就是我们可以使用这个节点组 在下面输入提示词 看你想提取图像中的什么元素 比如说我们要提取图像中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这两个元素 另外再加上数的元素 我们将提示词输入到这个节点里面 点击生成就可以提取男人和女人的这个元素 那么至于这个数呢 为什么没有提取 是因为我们设置的这个预值 也就是第一个选项 是设置它的预值的 预值现在还是设置的不够低 我们再加它的数值呢 再设置低一些 比如说设置为0.01 我们再生成一下 这一次就能够提取数的遮罩 这是在你提取的元素提取不了的时候 可以降低它的预值来时 一般呢我们不需要设置那么低 因为设置那么低的话 它提取的元素呢 它的边缘会有噪点 有一些不完整 那么这个预值呢 也不需要过低 我们也可以分别对提取的元素呢 来进行生成 我们可以关闭下面这两个开关 我们重新生成 这个时候 那么它会生成两个遮罩 两张图像 将提取的两个元素呢 分别生成一张图像 这个工作流 也使用到了 W14的这个提取图像生成提示词的这个节点 这样的话可以提取我们上传图像当中的一些元素 将这些提示词呢 直接复制到需要提取的提示词这个输入框里面 就是为了方便提取到我们上传图像素材当中的一些元素的 那么下面还有一组节点 这组节点呢 是语意分割的一组节点 用语意分割 也能够提取图像当中的元素 作为遮罩 也是需要输入我们的提示词 来进行一个提示 下面是提取元素的预值数值 数值越低呢 提取的元素也就越准确 对于这张素材图像 我们想提取里面的这个英文文字 将它提取出来作为遮罩 我们可以直接采用 它提取出来的这个提示词 使用这个提示词 进行一个复制 复制到这里呢 来进行提取 我们将预值呢 给到最低 那么它还是没有提取出来这个文字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使用这个方法 语意分割的这一组节点 就可以提取出来它的英文文字了 这两组节点呢 你可以根据情况来使用 有些提取不了的 你可以使用下面的这个来提取 这套节点 需要你安装两个扩展节点 你需要安装一下这个扩展节点 到你的ConvUI里面 你还需要安装一下这个扩展节点 当你安装完这个扩展节点之后呢 你需要来到这个网址 去下载这两个模型 下载完成之后 去复制粘贴到你的这个扩展文件的 文件夹里面 就可以使用了 这是这个节点 所需要的一个模型 那么这个工作流呢 它提取遮罩之后有什么用 那么它的用处 当然有很多了 那么在我之后 给大家介绍的工作流 会有一个很大的用处 这个工作流呢 在我的网盘里 就可以下载到了 那么今天的分享呢 就先分享到这里 我们后续要使用的工作流 会使用到这些功能 如果觉得今天的分享呢 对大家有意义 那么也请帮助我的视频呢 增加一些平台的权重 帮我增加一些动力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